瑞瑟湘在5月7号时发生了一起疑似闯黄灯的交通意外事故 一名70多岁的女性在行经温泉路以及台九仙路口时 跟一辆货运义影车发生了差状 机车当场遭碾压变形 索性机车骑士送医之后意识是清楚的 相信造势原因有待警方调查厘清 坚持记录下一名骑士执行过十字路口 不过这时一辆义影车从右侧开出来撞上齐续 连人带车拖行了好几公尺 经调查为42年次陈姓民众 骑程武通重机沿温泉路一段西往东行驶 于63年次刘姓民众驾驶营业货运义影车 沿台九线南往北外车车道行驶 于造势路口发生交叉状 造成陈姓民众脸部擦错伤 详细造势原因有待警方调查以厘清造势责任 施法在5月7号早上的10点多 华林瑞穗乡台九线71岁成姓女子 骑机车行经温泉路一段时 遭到右侧义影车撞上 一次是因为内线车道上的义影车挡住 外线车道上义影车流行驾驶的射线 以至于起步后没注意到女骑士正行经路口 当场撞上 妇人脸部以及身上多处擦错伤 患者为一名年月70岁的女性 912人员到场后 发现患者有头部的左后方出血情形 给予止血包扎 长背板及颈圈的固定 送往玉璃农民医院进行活续处置 即将获报赶到现场将她送医治疗 事故现场散落了一地 女骑士载者的见损 详细事故原因还有待警方离情 记者高双双 瑞瑞香采访报道